我常用的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因為畢竟你還要怎麼把資料放在這邊 然後呢還要在另一個名稱範圍 再加過去 其實還是很麻煩 那如果說你今天 假設月份一到十二個月 會改變嗎 應該不會改變 所以如果那個資料永遠不會改變 或者幾乎不改變 或者很少改變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就是固定的用法 就是說在這個 這個下拉選單 你如果不定義成名稱範圍 我習慣這樣用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 直接用固定的方法 非常簡單 就是清單裡面 1 豆點 這樣就可以了 以後如果說你那個清單的資料 不會改變的 或者很少改變的 那乾脆用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說真的 下拉選單會改變的機會不大 的話 就用這個方法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以後的這個清單 就會是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方法 不過第二種方法我用的還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我都固定了 我都不要去改了 不然改來改去 最後也很容易混亂 所以盡量如果不改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就是來源的部分 直接怎樣? 中間加豆點就好了 OK 好 這個是下拉選單的部分 那解決下拉選單的問題之後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如何我看在哪裡呢? 第12列到第17列這個範圍 我們一樣 再給他一個表格 顏色的話 看要不要換個顏色 看你要不要換個淺綠色好了 然後呢 當我按下按鈕 或者執行程式的話 自動幫我跑出萬年曆出來 OK 類似像這樣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試看那個 下拉選單的部分 下拉選單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定義名稱的方式 所以各位練習的話 乾脆這樣 前面那個年用定義名稱 後面那個月用固定的 就是輸入1到12 那一般下拉選單大概會這樣的用 那用下拉選單 其實在輸入資料的時候非常好用 如果你懶得去讓使用者輸入一些資料 或者你每天輸入資料都固定的話 建議用下拉清單 會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就算是吧 好